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假装认真,但其实没有在听吗? 小心因此误了大事 面对父母的牢叨,同事主管到开会热热等的训诫 或是亲朋好友跟你聊天,聊到个死胡同 你眼神就开始放空吗? 人明明在现场,但是你的精神却已经神游到别的地方去了 开启那个自动导航的模式 就是哦,对啊,嗯,是啊 其实根本没有在听 假装有在听,但实际上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吗? 你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那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 但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来分享一件 算是近期蛮热门的酸汉堡店吧 叫做Waku Waku Burger 它这间呢,有一些分店 那我这一次采点的地方是位于中山 呃,成品南西店的楼上五楼 我刚开店的时候就吃过一次 后续呢,每次经过想要去品尝的时候呢 都是大排队 都是要填那个呢,后卫单 那每次一填都告诉我说要等个一个小时以上 那我就再也没有吃过 今天经过呢,一样他叫我要排一个小时 那我同时间就找了其他餐厅问一下说要等多久 就竟然这间店还比较早排到 所以就有幸可以再吃第二次 你要问我第一次吃,但maybe就是两年前吧 我记得我是点塔塔酱洋鸡腿饱 那个塔塔酱洋鸡腿饱的 它那个糖鸡肉非常的鲜嫩 它的汉堡也是我喜欢那种不会软烂 有些汉堡就是你知道它那个端上来 大概没有三秒钟 下面那个下层的汉堡的皮就会整个失掉 整个变成像是一坨软烂的东西 但他们家的这个汉堡完全不会 加上塔塔酱就是酸酸甜甜 然后有点辣辣配起来就觉得很绝妙 在夏天吃非常的完美 然后也记得也会附一些薯款 我个人觉得整体吃下的CP值跟口感 我都非常喜欢 但他们家最有名的不是 就是这个糖洋鸡腿饱 而是炸洋葱富士山牛肉汉堡 它的所有的menu 这款都是它的主打中的主打 那个洋葱圈真的就是富士山 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端上来呢 就是你一口觉得是没有办法咬下去的 因为我朋友这一次又点了这个洋葱 龙卷风吧 我觉得它就是龙卷风的一个牛肉汉堡 他一端上来之后就问我说 请问这个要怎么吃 他打算从那个面包的最上层 往下切 这样想要把它这样并在一起吃 我说不可能哦 不可能哦 除非你是那个 禁绝巨人里面那个 嘴巴张开有没有那么大 才办法一口可以咬下去 我就建议他先把那些洋葱圈 先剥到旁边去 大概剩下四分之一的分量 那另外四分之一就沾酱吃 他另外也会附那个塔塔酱 可以让它沾洋葱圈 他吃完的心得是告诉我超级饱 因为他旁边的那个薯块也是非常的多 就整体吃下 我看他历时吃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他才全部完食 他真的是吃了一个半小时 真的是分量很大 那因为我之前吃过汉堡 这次想说来吃吃看他们家 也蛮多人推荐的甜品 他的这一款培茶白葡萄焦糖法式呢 价格真的是不便宜 两百多块哦 那你如果要加饮料的话 他现在的饮料的套餐 就是你加五十块是可以汤瓶跟饮料认选 那如果你加一百八是小菜 就是所谓的开胃菜 你可以选一个开胃菜 然后配饮料或是汤瓶 那如果加一百九又多一个凉菜 那我这一次是加了五十块的饮料 加上培茶白葡萄焦糖法式 整个加起来就要三百多 所以很贵 但是他的培茶白葡萄焦糖法式呢 请轮我给他一个小小的掌声 真的是非常好吃 有够经验耶 就是我当开始 最近有时候从边边开始吃 边边吃 就是我先切一块他的那个小小的法式吃 然后说完蛋哦 觉得是普普通通哦 但是我在吃到中间的那个培茶酱 加上白葡萄 然后你知道他的下层其实是有焦糖的 因为我今天吃边边是没有吃到焦糖 也没有任何的味道的时候 就觉得说这个面包 这个然后法式吐司 真的是有够普通 但是你加上他那个白茶 加上那个cream 再加上他的葡萄 仿佛就来到了法国 我没有夸张 这款甜点算了 就是两百 我觉得没有错 两百 六百两百八 就是真的很贵 但是我如果真的哪天 开心 或是值得庆祝 我会为了这个甜点再去吃一次 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吃 而且我本来想说 这个东西应该就是 真的是喜欢甜点的人 就是蚂蚁人才会喜欢 虽然它没有很甜 因为白葡萄其实不是甜的 是很高级 很有质感的品味 就是那它的口味是非常有质感的 自己这样讲 那是我后来就发现出 有一对父母带着小孩子去 他们两个人 因为约会也点这一款 那他们是点 另外的口味 是像是莓果口味的 想说哇 很有品味的一对夫妻耶 所以他们家 除了汉堡好吃之外 如果你们很多人去吃的话 我真的建议 如果难得都去了 可以点一下他这个法式 你应该是不会失望 我本身对他就是 分数蛮高的 虽然如果你本身不喜欢吃甜点 我就不建议你点 但是如果你是甜点控的话 这款你可以吃吃看 虽然我觉得饱足感也是OK 整体吃起来就是 你觉得可以吃到那个 甜品很高级的味道 虽然在家 如果你买一堆白葡萄 懂得一些 简单甜点料理的人 应该也是可以在自己家里自制 但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本身像我一样 就不会煮东西的人 不会做甜点的人的话 这款去吃的 你真的会有经验的 那今天就推荐的这款叫做 挖酷挖苦burger 位于中山站的南西成品的五楼 这间就是汉堡店吧 但是我觉得它的甜品也是不错 在此真心的推荐给你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们要放到 其实你应该的IG限动 24小时 之后放到 早午餐的栏位去 大家可以去吃吃看咯 好啦 讲到这里 其实你应该的IG 你还没有按赞吗 赶快去按赞追踪起来 会在线东西都会放一些有趣的事情哦 好啦 回到今天的主题 假装认真 但是你其实根本没在听 小心 因此人生你知道就是 敌个狗吃食 第一点就是呢 上课的时候 课堂上面听课 假装有认真在听 但是你其实没有在听 今天我要做这一集 单纯就是我要分享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是我 我没有记错 是发生在我国中的时候 像当初 我国中是一个品学兼优 认真听课的好学生 我认识上课是非常认真的 我永远记得这一堂生物课 老师在教口腔上皮细胞 这个名词我不会忘记 因为那一堂课呢 老师就是 一堂课堂上应该是 一个桌子 等于六个来八个人 就是坐一桌 然后上面有什么的显微镜 老师上课的时候呢 我就听到老师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是个好学生 但是有时候就是 这句老师讲的话 我都知道了 我不需要再听了 就不需要打开我的耳朵 我知道老师要讲的内容 因为我有看书 老师就拿出了棉花棒 然后就告诉他说 我们现在来收集口腔上皮细胞 那等一下呢 我们要把它放到那个剥片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自己的口腔上皮细胞 那我一系记得 老师就是在中途的时候 就讲到说 我建议大家不要用错哦 跟你们讲不要用错哦 我现在你们用棉花棒 在口腔里面绕一圈而已哦 不要有弄错 然后我就听到这句话 可是我想说 拜托 拜托 他说口腔上皮细胞 棉花棒 那这样还需要你讲吗 还需要你教吗 我当然知道怎么用了 那你知道就是 就放出那个 大家就是采取那个简体之后 就放到你的眼前的那个 整围镜里面 那一看 老师在上课之前 他就在那黑板上画出口腔 上皮细胞长怎么样子 那我就一看 我的 为什么我的那个显微镜 一看 黑 一片漆黑 不像老师画 就是有些什么线条 什么之类 我想说 为什么没有 身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就对于这个充满了质疑 想说 怎么可能 为什么我看出来的东西 跟我检查东西 就是不像老师说的呢 结果 老师就逐桌的检查 每一个人的那个情况 他都会看一下 说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长怎样 对啊 你这个是怎么样 那老师就没做 看到我这个老师就大发飙 因为我本身 平常上课是个好学生 老师是不可能对我发飙的 因为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 就是考试也考很高分 生物也就是考第一名 第二名这样 通常老师不会对我生气 老师就动怒 真的是动怒 他就说 我刚刚在讲课 你没有在听吗 我刚刚不是千叮咛万叮咛 叫你们检查 棉花帮去到你的 口腔里面两侧 就是刮一下就好了 你为什么 还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去刮你牙齿上的那个 你知道 就是牙骏之类的 我在检查牙骏 因为我当初听到老师 前面在讲说 大家要收集口腔上皮细胞 那我听到说口腔 那检查 哦应该是用牙齿吧 因为口腔上皮 所以应该是上排牙齿的 那个去录一下 你上排牙齿这样子 那我就知道 自作聪明 老师后面的解释 老师后面的叮咛 我耳朵就整个盖起来 完全不想听 我就认真自顾自开始 就是在那边用 那个棉花帮 扣我自己的牙齿 然后看到你就是 老师说这是牙骏般 这不是口腔上皮细胞 因为实在是太糗 老师实在是太震怒 另外老师又说 我刚刚明明就跟你讲过 不要让我看到这个东西 因为老师可能之前 太多学生跟我一样 就是额包 老师在讲解的时候 不认真听 然后自顾自在那边 就是口牙齿上面的那个 葬屋 然后再看那个葬屋 老师真的太恼怒 每次上课都要 叮咛大家 不要认真的听课 不要这样做 但是还是有像我这样的学生 这种是好死不死 因为我本身平常的表现 是还OK 就是乖乖的学生 但是人生就叠了狗吃屎 第一点就是 上课没有再认真听课 以前补习班也是 或是在课堂上面 你有时候就是眼神定了老师 但是你根本灵魂 不在你的课桌上面 你就是可能神游到别的地方去 那有时候你知道 老师有时候就突然点名 或老师突然问问题 这时候如果你还在发胆 你的眼神还是跟老师对到眼 老师就会以为说 嗯 那你还在跟我对到眼 那时候你可以回答是不是 他就会点你 所以 就是有时候上课真的是不能够 你知道耳朵要打开 不能够假装有在听但没在听 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很危险 因为老师可能一直看着他 其他同学其实大家都会躲老师 如果老师突然说 那这题有谁会解 然后开始巡视 有谁眼神跟他对到 那如果这时候你还在发呆 你眼神以为假装就是论真听课 一直很深邃的看着老师 老师可能就会点你 那那补习班也是 所以千万要注意 这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说 假装认真但其实根本没在听 我本身的故事就是 海底捞 或是去那种吃烧烤店 探索玛利啊 什么茶榴啊 或是那种要自己烧烤的店 或是像那种海底捞 他就会告诉你 每次 真的是每次店员上来 就很热心的告诉你说 我们这一款食物呢 就是请你汆烫30秒 或是在那边 先用这个挂在这里 然后两分钟 两分钟这个捞起来吃咯 我每次真的是 我都会很认真 都会盯着前方 然后我都会听 眼神看着那个店员 然后说嗯好 没问题 好谢谢你 但其实我真的都没有在听 因为我对于这种 就解释 那是餐厅这种 服务生的 一概我都是耳朵都会关起来 但是我都会装了一副 我在听 那同桌的友人 因为我知道说 我同桌友人 一定有人来吃过 或者同桌友人 一定有人知道怎么烤 所以通常这时候 我就选择性的 就是我就听不进去 一个字我都没有要听 等到那个店员走了之后呢 开始要考的时候 我就会一副说 诶 刚刚他说 是几秒啊 你有听到吗 我说几分钟 请问这要怎么考啊 那我朋友说 他刚刚讲 你不是有认真的回答说 对好 没有问题 你不是还认真的回应他吗 你还很热情的回应他 我说对啊 可是就是下意识的回应 可是我真的没有听 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他说什么意思 那你刚刚干嘛要回答 你还要装 装你有在听 我说不知道 我可能基于一种礼貌 我就觉得说 他们很认真的在服务 就很认真的回应他们 但是我真的是 没有办法听进去 任何一个字 所以后来发现 海底捞了他们的垃圾 他们桌上会有个纸型 就是那种 印纸壳 他们就会印说 每一款食物 要汆烫几分钟 那就很好 但有些特殊的 食物跟料理 他就教你要怎么吃 他怎么沾粉 我真的是 我每次去 我每次都是耳朵关起来 他走了之后 才会醒过 我说 他刚刚讲什么 我什么都没听到 但前提是 因为我都有同桌的朋友 他们都一定是很常来吃 所以我才会这样子 如果是一个人去 我就会认真的听 这个真的是 犯了无数次 很多朋友都觉得很荒唐 都觉得我很认真在听 但其实我根本没有在听 我就是 是 嗯好 谢谢你哦 那他走之后 就是 他刚刚讲什么 我什么都 完全没感觉 那这里 这里是很危险 因为你根本就乱烤一通 或乱煮一通 而最后第二点 假装认真 但其实没在听 可能会让你 因此做事 然后打凸材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说 假装认真 但其实没在听的故事呢 就是三 去饭店 去饭店的时候 柜台都会告诉你说 哦我们是要用房卡 那我们那个 房间里面的冰箱里面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吃 什么东西不能吃 或是我们就是 记点check in 记点check out 或是什么各种细节的设备啊 设施 他都会讲解一次 那通常我去 像以前住韩国 去那边的民宿 可能去久了 所以我真的是 每次去 我有多多关起来 但偶尔就是 你到新的饭店去 像我之前住那个 防疫旅馆 就是去的时候呢 每个店员在跟我介绍的时候呢 我都会很 很深邃的看他的双眼 那我说 好 没问题 嗯 了解 谢谢你 然后上去之后 我就一头雾水 我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一个字 他都会说 那电视要怎么开啦 要怎么连WiFi 或者是 那个我们的设施里面 那个冰箱的东西 是什么可以吃 什么不能吃 我完全 都没有听进去 而且我也不敢 再打电话 我问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每次上楼 我就说 他电视怎么开 刚刚是不是有讲 电视怎么开 我就说 他们是不是有洗衣间 还是 就是那 我就宁愿上网 再去查一下 他们家是不是有什么 然后捡到点缺告啊 或者是 刚刚那个什么 洗衣服的地方在哪里 这样 就是我真的是 完全听不清楚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什么毛病 这些的 我每次都是这样子 然后 除了就是 自己住饭店之外 因为我是 商界拍摄 也商界了 一间很高级的饭店 然后呢 那饭店的 就是 柜台的公关人员 他也跟我说 哦 如果你们要连接电视的话 你们电视想要放YouTube啊 或是你们想放一些影像的话 因为我们要拍照 所以我们希望那个 电视的 电视机 不要是单纯 就是 那种他们 饭店里面的 主机的画面 希望是可以播一些 图片 然后就是上传一些影音 档案这样子 那他就认真的 用口述跟我讲解 或是在电视机旁边 告诉我说 你就按这个 然后等一下 他在讲的时候 我也是很认真的 回应他说 嗯 好 没问题 好 谢谢 然后上到楼上去 我就是完全忘记 完全 一个字都记不起来 位置都不知道 然后上去这种说 我就问旁边的工作人说 你刚刚有听吗 你会开吗 所以 我真的是 我有时候真的有怀疑自己说 他为什么刚刚要装这么认真 如果我刚有一时 就是假装露出一种 我没有再认真听 可能那个人还会 就是再讲一次 但是我就是太认真 我眼神都会 很认真的盯着他看 那他觉得是 我很像很专心的 听他讲话 但后来我根本就是没有 就是你知道 有够欠揍 那后来我就对一件事情 我就有深刻的反省 还有关于说 一些3C产品跟电器 你去什么全国电子 或是你去什么Apple Store 他就会很认真给你讲解 他的什么RAM啊 他的那个几句啊 或者什么特殊功能啊 他每次在讲解这东西的时候呢 我也是很认真的 在看那个机台 就嗯 了解 哦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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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然后结束之后想说 嗯 那所以我要买哪一台 最后 就回归到 你知道 回归的回神之后 就立刻说 哦 所以你觉得我要买哪一台 或者是如果我的需求是什么的话 你觉得哪一台比较好 就他讲了前面一厂村的那个规格啊 或者什么型号 或者什么 就是里面的内建 多厉害什么的 听不进去 这是 我个人就觉得说 有时候就是 假装认真 但其实没在听 真的是会让你严重失误 绝对要留意 就是我个人 那切身之痛 那今天就分享这几个 就是假装认真 但其实没在听 有可能会因此 就是大失误 大跌跤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啦 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是否也心有起起烟呢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和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或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入IG 私信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会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解释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